本來是 欸 知道為什麼會變嗎 比如說來中學問你 6是不是大於3 對不對 那如果你同層負1 請問喔 它會變什麼 它會變負6 然後這個會變負3 那請問你 大於要改成什麼 是不是要改成小於 你小時候就學過這件事嘛 好 那我現在問同學一件事情 你把這個方向把它轉變之後 這一個動作叫做什麼 我跟你講 有兩種講法 其中有一種講法是比較好的 剛才我同學講說是變號對不對 來 有人講變號 然後有另外一種講法叫什麼 你知道 叫做轉向 比較正確的講法是轉向 但是有些人會講變號 好不好 我再跟你講一次 其實它是轉向 它的方向會顛倒 講轉向是比較精確的講法 講變號 其實也蠻多人這樣講 這個你大概知道一下 你講變號或轉向 其實我們都知道你在講什麼 這樣了解嗎 OK 所以同學你看喔 這一題答案是不是就這樣子 這樣可不可以 慢慢講 這樣也知道喔 好 然後我看一下喔 接下來的話 我們再來看一題 來 第三題 哈囉 慢慢教 好不好 慢慢教 一定把同學教會 第三題是這樣 3x加1 的絕對值 然後怎麼樣 大於2 來 我們幫同學看我這邊 來 同學我問你 大於在 你們現在跟我一起記這個口訣啊 同學 大於在哪裡 兩邊 小於在中間 來 大家念一次吧 大於在兩邊 小於在中間 這個就是比大的大 或者比小的小 對不對 其實有時候你想一下嘛 這個東西加絕對值之後 會比2大 你想想看 你把這個絕對值拿掉 它加了絕對值之後比2大 你覺得它還沒有加絕對值之前 它一定怎麼樣 它一定是比2大 或者怎麼樣 比誰小 比負2小 3s加1 小於負2 對不對 同學 這個要不要背 這個不用背 但是這個東西有個口訣嘛 對不對 你加絕對值之後 會比2大 那你本身一定比2大 要不然就是比負2小 對不對 因為絕對值會把負號吃掉 你懂這感覺的 所以你看喔 大於在哪裡 兩邊啊 比大的大 或者比小的小 就這樣子 對吧 大於在兩邊 小於在中間 好 那我問你喔 這個怎麼把s算出來 我問你們 我不要寫太快 這個兩邊同時要怎麼樣 減1對不對 我這樣寫已經是超級慢了 好 然後減1之後你告訴我 這裡會變成多少 3x 然後大於多少 1 這樣可以嗎 對吧 大家一起減1 然後或 怎麼後面有人在講話呢 來 這裡是不是也應該要大家一起減1 對吧 大家一起減1 減1之後這裡是3x s 然後怎麼樣 小於多少 負3 這樣跟妳看 這樣 我已經寫到這麼慢了 這樣可以嗎 就大家一起減1嘛 因為這個1看起來很討厭嘛 你就把它減掉 或者你把它翻過來 2-1等於1 一向 知道1向嗎 對不對 國中有學過 這個一過去會變成負的 你知道這件事情 好 請問妳喔 3s會大於1 我們接下來兩邊就同乘多少 3分之1 對吧 妳乘1 3分之1 我也乘1 3分之1 所以接下來我們就可以算出x的範圍 來 請問妳x的範圍會大於多少 1 3分之1 準備 或 來 這個刪除過去 所以我獲得這個x小於多少 負1 叮咚 來我告訴妳 這就是本題的答案囉 妳這檔課其實已經學會了 妳知道嗎 因為這檔課我的目的就只有這個東西 懂觀念 然後開始去做一些基本的練習 來 先看一下這三題 OK 如果沒有問題 我們來做更複雜一點的題目 你往後翻 我跟妳講 妳往後翻 妳翻到課本第45頁 來往後翻 我已經要把這個單元講完了 我們這個禮拜的進度就到這裡 妳們班下禮拜三不能考數學對不對 妳們要考生物對不對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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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問題 來翻到45頁喔 現在就數了兩張 是七號嗎 蛤 不知道耶 現在就是看其他科有沒有要考 不然妳禮拜一嗎 禮拜一 禮拜一 我們也沒有時間啦 我們有進度要上 先把進度上網吧 好 ok 來來來 安靜安靜喔 仔細聽喔 這個東西其實不太容易喔 所以 要花一點時間來講 這個題目同學給他三個讚 或者給他三個星號可以嗎 這種題目 比較稍微有一點難度喔 為什麼呢 來 同學妳告訴我這是什麼東西 林立方程式 對 林立方程式啊 真是太聰明了 但是我這個地方叫做林立不等式啊 來 同學妳要不要畫個箭頭寫一下 這種東西叫林立啊 林立不等式啊 我們要解林立不等式 好 這個林立不等式是怎麼樣呢 妳要找出 x 他要滿足這個條件 而且也要滿足這個條件 同學妳要注意 這個林立喔 這個啊 這個符號 其實妳國中有學過嘛 就是像這個東西啊 來 中間問妳 比如說 s加y 等於多多 s加y 等於3 然後 s減y 比如說 等於多多 等於1 請問妳 國中妳有沒有學過這種東西 老師會問 s等於多少 y等於多少 有沒有這種題目 有對不對 請問妳解這個東西要怎麼解 加減消去法 或者代入消去法 大家都知道這個東西喔 它的圖形是一條線 這個東西它的圖形是一條線 然後妳解出來之後 同學妳有沒有發現 通常國中知道這種東西喔 它的解有三種情況 如果這兩條線是平行線 請問妳這時候是什麼解 P啦 平行線是無線多足解 平行線根本是無解啊 對不對 如果這兩條線重合 這兩條線如果重合叫什麼解 無線多足解嘛 那如果這兩條線 它的傾斜的程度方向不一樣 加5一點 那妳就會解出一組SY對不對 國中有學過嘛 好這沒有關係你稍微聽一下 然後助詢你應該知道 解出來這個東西喔 來解出來這個東西 這個S跟Y 一定會滿足這個式子對不對 簡單來講解出來這個東西 它是一個點 這個點會落在這條直線上 而且這個點也會落在這條直線上 對啊 因為會讓它成立嘛 所以請問妳 這個點一定是這兩條直線的什麼東西 的焦點嘛 所以我們在解引力的時候 其實是要找這兩個圖形的 共同的部分 妳聽懂嗎 要在這個範圍裡面 而且要在這個範圍裡面 好 那現在我們在做很單調的事情 來 收藏會看我 我問你 今天的口訣 我題目沒有操作 題目沒有操作對不對 幫我看一下有沒有操作題目 沒有喔 好 那我們要開始做囉 同學大魚在兩邊 小魚在中間 來 所以這個東西 我們現在把它打開 open open 講來把它打開 我問你 s加1會在誰跟誰的中間 講話啊 小魚不是在中間 他會在誰跟誰的中間 對 他會3跟負3的中間啊 就這樣子啊 對不對 然後同學你應該 好 我慢一點 我要算x的範圍 那我們就一起怎麼樣 -1 大家都-1 大家都-1 好 所以這個時候 你就可以看得出來囉 請問你 大家都-1 所以這個x 會在誰跟誰之間 哎呦 我的媽呀 來 3加-1 是不是2 然後這裡是多少 -4 太棒了 所以我現在轉出x的範圍囉 這個x的範圍 我算出來囉 在-4跟2 中間 這樣可以嗎 這樣可以嗎 帥哥說我還在講什麼 其實他睡著了 沒關係啦 這個睡得很安詳 來 然後這一個題目喔 哈囉 現在聽氣喔 變得比較涼爽 三次比較好睡 來 這一個題目 我現在教同學我平常解題的一個小小的撇步喔 什麼叫小小的撇步喔 來 所有同學看我這邊喔 你喜不喜歡1-x 其實不太喜歡 為什麼 你看像剛才這個題目啊 你看 這個地方打開之後 x前面的係數是負的 對不對 對不對 啊這個負的等一下你是不是還要同層-1 對不對 你還要轉方向 這個轉方向 有時候不小心轉錯 這個題目就掰了 但是我這裡教你一個小小撇步喔 來 同學看我這邊喔 請問喔 在絕對值裡面 自己加負號 會不會有影響 知不知道我在講什麼 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我再講一次 在絕對值裡面變號 對原題目會不會有影響 不會 把它寫在你的課本上 寫上去 在絕對值裡面變號 對原題目不會產生影響 這個每個人都知道 3的絕對值會等於誰的絕對值 會等於-3的絕對值 對不對 你在絕對值裡面加負號 反正你的負號一定會被吃掉啊 這有加跟沒加一樣嘛 對不對 那既然是如此的話 欸這個把它寫上去喔 把我剛才講的那句話寫上去 在絕對值裡面變號 對題目不會有影響 這是一個常用的觀念跟技巧 好 所以我現在在絕對值裡面變號 加一個負號 請問你1-s就可以寫成誰 對s-1 你怎麼那麼聰明 就改成s-1 你看這樣s前面那個負號 是不是就不見了 我最喜歡這種 好 那你看喔 大於在兩邊 小於在哪裡 中間 我們現在把它打開 所以這個時候你就發現s-1 會在誰跟誰之間 會在4跟誰之間 負4之間 這樣好不好 好 那我現在可不可以快一點 來 s-1在負4跟4之間 那麼請問你s在誰跟誰之間 你們有辦法用看的嗎 我現在就是一個點 就是你們現在有辦法開始直接用看的 還是要這種慢慢的做法 就大家一起加1嘛 所以它會在誰跟誰之間 負3 跟誰之間 5之間 好 所以我這裡算出第二個範圍喔 仔細看喔 第二個範圍 然後本題最重要的關鍵來了 求你這兩個範圍要怎麼樣 你算出來的x要讓它對 而且也要讓它對 同學注意這個連例就是且的意思 你把它寫上去 連例就是且 這個要對 而且這個要對 所以這個時候你千萬不要假的 以為可以直接用眼睛看出答案 這個時候最保險的做法是什麼 畫書線阿大哥 來把書線畫出來 用看的容易看錯 來我做給你看喔 你第一組算出來的答案在負4跟2之間 來負4在這裡 2在哪裡 2在這裡 哈囉 來負4到2 而且這裡沒有等號 記得要畫什麼心 空心 來 空心喔 空心喔 你也用看的 我跟你說 你要不要畫圖的 然後第二個答案算出來是 在負3跟5之間 負3在這裡 好 然後我問同學 這裡有等號 所以要畫什麼心 十心 來所以這裡 要畫十心 這樣 好 還沒結束喔 通常到這裡喔 同學還不一定能夠寫出正確答案 我現在問同學 你要在黃色的範圍裡面 也要在紅色的範圍裡面 請問你是哪一塊 你要在黃色的範圍裡面 而且要在紅色的範圍裡面 所以要找紅色跟黃色重疊的部分 請問你他們重疊的部分是哪一塊 是這一塊對不對 我跟你講每個學生都知道 是這一塊 可是這一塊會有玄機喔 有什麼玄機 它的端點 你一定要搞清楚 請問你 3這個點 對不起 負3這個點 我們要還是不要 你只要點頭跟搖頭 請問你負3這個點 我們要還是不要 要為什麼 請問你負3這個點 有沒有在紅色的範圍裡面 有 有沒有在黃色的範圍裡面 有 所以這個點要喔 來這個點花直心 你懂嗎 你知道嗎 這個點要喔 然後再來 請問你2這個點能不能要 你只要告訴我能要還是不能要 不能要 為什麼 你說老師2不是在紅色的範圍裡面嗎 對 但是請問你2有沒有在黃色的範圍裡面 沒有 這裡是空的 所以這個地方2這個點能不能要 不可以要你要畫空心 好不好 你要同時讓這兩個範圍都成立 是且 所以你最後的答案要怎麼寫呢 你告訴我 最後的答案要怎麼寫才正確 你的x要怎麼樣 小於多少 2 然後左邊要寫大於 2 2 4 4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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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6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